郭老师好 我来自厦门 叫刘天和 首先就是非常感恩郭老师 觉得这一次课程受益特别大 以前就是对郭老师 比较惧怕 没什么感觉 这段时间就学习来 从18年学习到现在 一两年多 发现自己 就是一直在 以一种乞丐的心态在学 为了追求这个修行上的成功 用这个在学 就是那天林部长他在讲 郭老师之前讲的 重大疾病康复心法 不要以治病的心态来 观念来治病 就我发现自己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一直以一种 治病的这种 观念在修行 为了 成功 获得别人的这种认可 和肯定 所以说对郭老师 就是之前说没感觉 就是一直就是 就后面越小越安慢 就读不懂郭老师 讲的这些课程 这些话 后面在课程上 也慢慢就是练习的 去问自己 就是自己的苦的根源 真正是什么 就后面也慢慢 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的方向 就自己体会到 这个分支点很大 就是修行的路上 就是用自我修有千万条 但是要 真正读懂道德经 我自己体会就是 要站在这个生命的角度 去看 才会去读得懂 所以就是 就这几天嘛 就是我反正睡觉的时候 或者进行的时候 有时候 静坐的时候 想到郭老师就会 就很感动 就会眼泪流下来 之前就是那种 阿曼的心在修 就是很缺乏感 所以今天就是爷爷 因为我在这条路上 就是大概用了 两年半嘛 一直用自我再修 就自己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用致病的心态在修 站在用生命的角度 来修 这样的一个区别嘛 请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致病的心态就像 有些人 他信仰某种宗教 然后被灌输 他带有原罪 或是带有 浓厚的业力 带着原罪 带着业力在修行 有的人被灌输 你就是业障 业力 所以变成他的修行 就是在一直在还债 在消业障 在还债 而有的修行 因为他背负着原罪 所以他就要常常 要在那里忏悔 在那里赎罪 像这样 没完没了 就好像别人告诉你 你就是属于 贱民阶级 你就是属于 奴隶阶级 你就信以为真 我们就是个贱民阶级 我们就是个奴隶阶级 好了 我们就只能够好好的 做啊 做啊 然后别人位置比 就比我们高 好像他们天生就这样 我们天生就要怎么样 所以像这样 你的生命 没办法真正的 发挥出来 要知道 像 印度的那种 种性阶级制度 那个不是 大自然的真理实相 那是人为的设计 惯上你原罪 这个也不是生命实相 所以很多人 他是被很多的观念之间 把他框住 套住 然后他就 以为说就是这样 所以就变成 啊 修行就是在赎罪 真正宇宙 真正生命实相 每个生命都是很神圣的 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每个生命是神圣的 我们来这个世界 是来学习 来体验 来经验 来成长 我们来这个地球出生 也是来学习 来经验 来成长 不是在那里还债 同样的 你如果背负着一种 治病的心态 你就认为自己 有病 自己有病 所以你就要去 治病 结果呢 都一直在跟 疾病拉扯 对抗 一个人如果 比如说他患了癌症 当然他也可以 到医院里面 做各种治疗 很多人 他还被治疗得 很痛苦 痛苦到后面 死亡 有的人 他本来活得还好好的 但是当他被检查出说 你医生 他本来 本来还活得好好的 但是别人就跟他讲 你要去做健康检查 说不定你身体有什么疾病 要赶快去做检查 有的人 好 那就去做检查 第一次检查 医生说 没什么病 他觉得 别人跟他讲 那可能 那个检查不够详细 没有检查出病 那个单位 他检查不够详细 你要再到其他 去检查更详细的 所以没病 要检查出到有病 好了 终于检查出说 哦 你有病哦 而且这是癌症哦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哇 然后还拿数据给他看 然后这个人 很快 很快 被心理的癌症 疾病 把自己吹垮 而有的人 被检验界定 认为有某种疾病 比如说有癌症 那结果呢 他后面几年 就一直的 要寻找 认为自己已经 得重病了 所以他就要去寻找 高病的医生 来对付来治病 像乔布斯 乔布斯 你看他就是这样 你哪一位医生 敢开口说 我可以包治 然后你要多少钱 他都可以给 如果 如果 那个乔布斯 他有学习 我们这些课程的话 他不会那么早事 不会那么早事 所以 不要用那一种 我有病 然后我要去治病 当你认为说 自己有病 然后要去治病 你就变成 把那个病 就变成具体化 实相化 强化它 当然 我们 比如说你感冒 身体不舒服 好 我们承认 我现在身体有不舒服 好 那我就去修养 休息 调养 然后让身体 恢复健康 我们有一些疾病 有一些疾病 我们不要一直在 那个疾病的上面 在那里纠缠 我们知道说 这个疾病 它是一个讯号 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休息 我们有一些作为 违反了大自然运转法则 伤害了身体 好 那这些疾病呢 它是天使 天和的哥哥 他是天使 所以这些疾病 他是天使 不是坏 他是来唤醒我们 我们要注意调整 所以是我们要调整 改善 然后要爱护我们的身体 而不是把这个疾病当作是坏人 然后一直要去对付它 你把癌症当作是坏蛋 要去对付它 你就跟它不断在那里厮杀 厮杀到后面 生命也没了 如果把这个癌症当作 他是一个天使 他是在好心提醒我们 我们要改进 我们要检讨改进 哪些方面 我们有不良的习惯 熬夜的习惯 抽烟喝酒的习惯 我们要把这些逐渐去改变 所以不是去对付癌症 你要知道 它是天使在唤醒我们 那你这样的话 你看 你去改变那些恶因 疾病它就消失 不是去对付疾病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好了 OK 感恩过老师 好 我也请求 挂号开刀 就我发现 挂号的人蛮多的 发盘上号 好 因为前面两三年 看到你在那里 晃来晃去 表面上很认真 但是我知道你还在晃 对对对 感恩过老师 好 不错 好好体会 疾病是天使 是在唤醒我们 怎么样去调整改善 痛苦 过去所积累 不管什么境界 过去所积累的痛苦 也是天使 在唤醒我们 去调整改善 会学的话 你就会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轻松 不要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观念 不断地在那里对抗施杀 不要一直在那里抱怨 总是在活在过去的阴影 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 让生命蜕变的心法 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OK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